下回了 下廢公堂 下廢公堂 如果說到下廢公堂 政府一定沒有種能受 如果你說五規公投花一億多 那為何派過千萬 要花八千萬給人房 做手術費 和剛才的威先生說 因為我們五規公投花一億多 你不要幻想那些一億多 會落在房間上就可以了 不要說天真就可以了 這個慶政會都是無規公開的 都是製造文言的 製造聲音 代替他們的觀念 都是民意之心 這個地步機制 完全不用說是民意之心 完全不顧法治精神 完全不顧後果 大家實在太少量了 你只懂得被迫遷跡 不讓別人有遷跡 就是如果我當選了 在我這個案子裏面 那為建制派 我只有他們還沒擔心 一樣就是沒有人生安全 一樣就是人來問我價錢 不用說別人的東西 這個地步機制 講到你現在政府的事情 就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政府有權 官員有權 建制派有權 所以將一切不合法的東西 都可以理想成為合法 甚至違法 都沒有人去那樣執法 而我們香港市民 沒有權 而真正的民主派議員 都是沒有權 是吧 坐在那裡做不是的 那裡是假的 是吧 我們一切做合法的東西 全部都不能做 全部都被人家裏 是吧 是吧 我生活在香港這麼多年 林副長 憲制派 我真的認爲 為何你還可以一次 或一次都反敗香港的自由 我完全明白 但民主黨做好共之後 我就明白了 因為你們全部都在反賣香港 政治和政治的資產 去換取過游的利益 那當然是無形的利益 有形的利益 那肯定是連署 是吧 曾經曾經說過 加油二千 日用二全 如無收入 能力幾年 我看你們可以 賣賣香港政治和政治的資產 可以賣到多久 你們立即賣 各位 我可以和你們說 2011、2012 挑戰挑戰 7月1號 就是我們張憲民議的時候 多謝 謝謝 好 謝謝